好了,那就去到第二把堂 今天沒有PowerPoint,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呢?因為今天教的比較輕鬆一些 而在公開試考的時候,亦都比較不是很著重的 但是對於現實生活來說,我又覺得這個技巧不錯 所以我們會先講一講 讓時間大家可以整理之前 頭七份的我們的哲學站的內容 好了,今天要教什麼呢?教兩樣功能 第一個就叫排序,第二個就叫篩選 都在Excel這裡找到的,這個位置 好了,首先講你們很少用的一句篩選 譬如,有一天我要罵人 究竟誰在測驗不合格,我要罵人了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 有些同事就會用一些印或者用排序 哦,我就去排序 然後就選擇了排序那個東西 然後就按去看 那 都ok的其實 但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一些好的方法呢? 如果是在某一個情況上你已經知道要找某一些資料的話呢 那我們的做法呢 就會去做做 篩選 好了,你按了篩選之後呢 你會見到每一個儲存格 上面的標題 都會加了一個三角形的 icon 你試試按進去 按進去的時候,你就會見到有一堆東西 當然了,是有一堆分 是這些學生的分 你就可以,譬如說,我只想看看誰拿10分 他就會輸出到 10分的同學 誰拿17分 這樣就可以去個別選擇了 去選擇你需要見到的同學的資料 那當然了,其實呢 如果在數學方面上面,甚至乎可以用到大個小個 剛才正如我剛才開頭的時候說 我要找少於50 不合格的同學出來 按一按 他就會列了一些不合格的同學出來 而合格的同學呢 他就不會列出來的 好了,又有另一樣的用法啦 用回你們這個啦 停課期間 嗯 我想知道究竟誰未做功課 那我就看回 按一按 剔走那個OK 剩下空格 你就會見到 這堆同學就未做功課了 那我就要打電話過去吹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 今天第一個要說的篩選這個功能 篩選這個功能 記住了,按著某一些條件去選擇 顯示的資料 但留意我們不是刪除了 篩選並不等於刪除 因為我篩走了之後 其實只是藏起來了 你看到這裡藏起來了 所以明明儲存的 12345就變成1271 因為這裡我是 藏起來了 不讓人看 所以 其實你看到這裡 你可以在旁邊 1845 吹回有一個圈子 這個你們記住留意 最重要 這個功能記住 篩選並不等於刪除 篩選了之后 是可以繼續在這裡的 OK 大家要記住這個東西 好了,所以你會見到 如果你寫Funstun kind 拉下去,分順,山褲湖,Enter 你會見到,對不起,我應該用Count A 不好意思,因為這不是數字 記住,Count A 就找一些不是數字,有東西就可以了 好了,就會出到14 已明明我這裡見到的是只有一個 為何會出到14? 我試試收起來,只是空白加,我們要重新 OK,為何會出到14? 原因是,我們這堆同學其實是隱藏了 在個限數裡面,在這個範圍裡面,它仍然存在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留意這一點 記住了,即是說,篩選並不等於delete 它仍然會存在 OK 好了,第二個功能就是排序 排序當然,我猜大家可能是小學 或者是 嗯 可能初衷也學過 我們這次學些什麼呢? 我們又退回這個 先進到這裡 好,我們的做法就是 按一按,排序 我們一般來說不會用從A到Z排序 從Z到A排序,因為 它有一個限制 例如你從A到Z到A,或者A到Z 它是簡單第一個難位的 即是你斑別這個難位的 但有時候我排序是不想跟斑別的 我們就會用到 排序 因為資料有標題 這一個叫標題 有時候沒有的話 你就不要踩它 因為你踩了它 第一行就不當是一個 data 好,確定 你見到了,劉偉倫 測驗是最高分的 然後又動動,如此類推 好了 這個當然可以滿足到我們少少一些要求 原來我們有一個自定排序 可以選擇難位排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原來排序可以多於一個 譬如 我現在測驗分,排序由大至小 然後當如果同分 記住我的說話 當如果同分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下面這個排序 好了,看一下效果 你見到 分數正常由大至小排序 但是當如果同分 兩位同學59分 我就會用斑別去排序 記住 即是說 這裏的條件就是 這裏的條件就是 越想這個排序先 當相同情況下 我先做這個 好了 最具多例子 先進去 譬如這裏 學號 同班怎麼辦 我這次就沒有這個個案 這三個 我調轉 這裏是同班 廖南和日朗是同班的 我試一下 將它 排序 sorry 指定排序 指定排序 然後 我的班號由大至小 好了 第一件事 按成績排序 好,排完 然後如果成績一樣 我用班排序 所以先4B 我用大至小 然後讀4A 班都一樣的話 我用學號排序 所以就日朗 遙南 這樣 這個就是排序 通常這個在公開試 就會在MC出 或者你幸運的話 會在Long Quack 一分左右 但是 正如我早就一早說 這個可能在我們的考試未必用 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 可能會經常用 希望大家掌握了這兩個技巧 然後多些去試 亦去試一下做一個自學站 好,這一課就到這裡 拜拜